张良 张良对于一上老人 也就是隐居的皇室公 凭借良好的心性与态度 张良的皇室公看重 授书著名的太公兵法 得到这本兵书的张良卢获之宝 日夜沿袭下 将书中大道化为己有 后期的张良可谓是文武兼备了 都说了 学成文武艺 或与帝王家 兄又秋贺的张良 自然得寻个有前途的主儿 而这个人选谁 大家都知道的 他就是大汉王朝的开创者刘邦 在跟随刘邦打江山的旅程中 张良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了 刘邦 向与关中王之争 相信都不陌生吧 楚怀王下令 谁能先一步进入关中 谁就是关中王 刘邦占据迎川后 与张良顺利毁师 其后 兵不缺认地拿下晚城 过摇关 顺利进入咸阳 如果说 刘邦此人最大的优点 是知人善有 那么他的缺点 就当属好色贪财 作为一代眷王的宫殿 秦宫内的奢华 是可想而知的 财宝美女数以千计 出入秦宫的刘邦 也是被眼前的奢华 谎花了眼 勾得走不动了道 就想着再次长住 连反快上前 劝说都没用 紧有时刻 张良出马进行劝说 仅为无道 所以 佩宫您此时才会出现在这里 如今 您刚入秦宫 就想安于享受 这跟助兆为虐有什么两样 千万不要被眼前利索蒙蔽 一番劝说下 刘邦忠实醒悟过来 同时在张良的建议之下 下令安抚秦朝百姓 全军计交涉 取得民心 刘邦这边是举军欢喜 项羽此时确实火冒三掌 原因便是 项羽率军抵达韩谷关时 遭到了阻挡 而韩谷关城门紧逼 正是刘邦下的命令 为的就是拖住项羽入关的步伐 大军迟迟不能入关 又来报称 刘邦已经攻占秦宫 项羽怎能补起 于是决定与其决一死战 在这关中之争中 刘邦虽是占了先机 可是 那也是用了巧机 要真的应对上项羽 可以说是毫无胜算 但是 因其与项羽的私交 张良提前得知消息 且没有听从项羽建议独自逃走 而是与刘邦一同面对 在刘邦与张良的一番周旋下 项羽最终同意为其向项羽周旋求情 结果 大战虽没有在这个时候爆发 却有了历史中著名的鸿门宴 在这场夺命宴会中 张良将其大致大勇发挥的淋漓尽致 项羽走后 连夜为刘邦分析项羽此人性情 决定宴会知识如何解释应付 宴会中 面对不利情形 直到凡快这种性情中人 更能取信于项羽 当机立断将其照落 以打断项羽谋失 犯增杀刘邦的计划 见项羽犹豫不定之时 立即让凡快护送刘邦尿顿 自己则留下善后 这一连串的决定 成功助刘邦逃过一劫 同时还离见了项羽的核心成员 埋下君臣相谢的祸根 既然刘邦示弱 项羽就没有必要遵守 先入官者为王的约定 自立为西楚霸王 同时 激公割地将刘邦分封到巴 蜀之地为汉中亡 巴蜀下来荒凉偏僻 刘邦自然心有不满想着反攻 最终被张良等谋士劝阻 但是 要能争取更多的利益自然是好的 于是张良再一次贿赂拉拢项帛 让其成功劝说服项羽 为刘邦加封汉中地区 至此 刘邦占据八 蜀 汉中三决 刘邦率军去往封地的途中经过果中 此地沿途都是悬崖峭壁 只能靠凌空的战道度人 张良见此便献祭 让刘邦一行人过后就将战道烧毁 以示汉军再无东顾之意 打消项羽的猜忌 还能防备敌人袭击 以休养生息 入汉中后 刘邦立经图治 修整军队 而后暗渡陈仓定三期 占据汉中 到公元前205年 刘邦的势力发展到足以支撑 他与项羽一战 张良也因项羽杀了韩王城 自己相喊吴瓦而逃出彭城 彻底归顺刘邦 这一年 项羽率军攻打田荣 忽略了后方阵营 刘邦则趁机攻占楚斗彭城 可惜被胜利冲昏头的刘邦 未能及时进行部署 彭城又被项羽抢回去了 汉军被迫逃至下义 面对这样的局势 刘邦深感无计可施 于是 问及张良 若以关东为采头 谁能成为自己的联盟 共同凡蠢 张良此时提出三人 一位九家王情部 他虽为楚国猛将 却与项羽有嫌隙 在彭城之战中项羽让其相处 他却选择隔岸关火 二位彭越 他早就因未受到分封而对项羽不满 田荣凡楚就曾联络过他 而汉军之中 唯有韩信尚可独当一面 以关东为例 这三人组成内外联盟 拿下楚国就不成问题了 虽反楚之战中有些意外 比如 韩信夺起了自立为王 刘邦还不得不在张良的劝说下 派人前驱授予其王意 再比如 离胜利只差临门一脚时 韩信 彭越却因刘邦没有明确赐予他们封地而不派兵 逼得刘邦站前就得先赐予其封地 但是 总的来说 刘邦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向予于该下自吻 公元前202年 汉朝始建 刘邦称帝 而后 张良在权衡利弊后 劝说刘邦顶度关注 至此 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良的族旨多谋 运筹帷幄 其实 张良最终能够攻城身腿 名流轻视 还离不开他的进退有度 刘邦宠爱七夫人是众所周知的 后来 甚至产生废太子 崇立七夫人之子赵王为东宫的想法 崇立太子对朝坛来说是何等大事 这个想法一提出 大臣自然是诸多争议 迟迟未定 眼看太子之位威仪 吕后想起刘后张良 于是 派遣吕泽前去问及 面对这个问题 张良最初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的 总之一句话 如今天下大地 高祖若是铁了心 按自己的喜好来定太子 就算群臣上见也是没用的 听了这回答 吕泽哪敢就这么回去啊 于是在家追问 最终张良道 此难以口舌争知 最终张良给出遗迹 让太子去请高帝多 敦聘不至的商山四号出山 商山四号是秦朝末年四位 信奉黄老知学的博士 东元公唐炳 夏皇宫崔广 其礼记无识 陆里先生周术 他们是秦始皇时 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 分别执掌 通古今 辩然否 点教职 后来 他们隐居于商山 后人则用商山四号来 泛指有名望的隐士 高帝见太子 有着四隐士相处 觉得太子羽翼以风 自然就不会再提 一太子一事 结果 果然如其所料 在这件事中 张良最初是 摆出旁观者的态度 就算后来给出良计 自己也未曾参与其中 更别说是像从前一样 劝说高帝了 刘邦一直打算废除太子刘盈 立赵王如意为太子 但是 张良却暗中给 吕后与刘盈出主意 让刘盈把商山四号 请到身边来助阵 刘邦因为看见商山四号 都在刘盈身边 万不得已 值得放弃 费刘盈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想法 张良做的这件事 完全是与刘邦背道而驰的 而且这是明显的 交通太子党的嫌疑 若是刘邦知道了 肯定会惩罚他的 由此可见 张良退隐 有他性格的原因 但是他明白 他确实惹了祸 被刘邦忌惮 所以 退隐也是万不得已的选择 同当初推上旗帝三万十亿一样 这就是张良另一个 聪慧之处看得清局势 不会往自称打 当退则退 从地者石到地者斌 慰藉人臣 实现人生目标的张良 更像是看透了人生 从而推崇起虚无主义 最后 他决定放弃一切 此风归隐 与赤松子一同专心修导 之后 更是学辟过 以轻身成仙 再后来 刘邦却是 最终 由吕后掌控朝政大权 经过废太子一事 张良对吕后也算有恩 吕后听说张良屁股一事后 就曾多次劝说他 让他勿自苦 一番思索下 张良也觉得人就匆匆一事 自己又何必苦行到此 于是 又恢复了正常进食 相传 张良驻刘邦平定天下后 即寻骑师黄石宫居住的通城县张诗山 张良在张诗山相距约五十公里处 仿得一封锦衣人的黄袍山隐居下来 张良并修建了梁山道观 在道观不远处创办了法贵书院 已收当地孩子文子 法贵书院一致位于湖北省通城县 黄袍山大国山谷中 法贵书院古时被仍存 黄袍山后人为了纪念张良 为其修建了匹桥和石墓 无论张良是真的一心向道 还是单纯的龟隐碧士 他的材质 谋论 他的生平事迹 都跟他的传奇故事一样 为后世人们津津乐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